康熙皇上传旨召见敖拜 敖拜接班旨之后 等太监张万强走了 立刻吩咐人去请班布尔善 因为白天山谷殿惊心动魄 所以敖拜府这几个人也是通宵蜜意 一直到天光大亮才各自安歇 班布尔善既是诺摩 还有格楚哈几个人 就被安置在后头花厅耳房里头 所以不到一袋烟的功夫 班布尔善就来了 进门就问 中堂 什么事 敖拜笑着说 昨天夜里你失算了 老三可叫我地牌子进去呢 是吗 班布尔善满腹狐疑 愣争了一阵 恍然道 哦 他这不过是吻一下真巧 中堂您只管放心 不会提起叫中堂危难的事 看敖拜仍然迟疑着不动 班布尔善又补上一句 老三不想跟咱们破脸 咱们现在也不能跟他抓破脸 这不是良好 操意好吗 这几句话算是说明白了 敖拜说了一声 好 立刻穿好了刨挂补服 把一串吉林香的巢珠小心翼翼的挂在脖子上 抬脚出来站在台间前高声叫了一声 来啊 背教 这次皇上是在前清宫召见敖拜 敖拜来在丹池下一看是格楚哈阿斯哈战奔 他看了一眼 哈得要先连的进去就在地上跪下了 康熙身旁只有张文强一个人 看奥拜进来 康熙掩起手中的一份黄褶子平静的说 起来吧 又提高了嗓音说了一声 吃坐 两个号在外头的小黄门听见声音 赶紧进来在一张太师椅上铺了黄褂面的龙须草垫子 然后躬身退下了 奥拜从容的坐下 这才抬头打量康熙 君臣两个人已然近四个月没见面了 康熙的身材显得比先前更加修长 脸上的气色很好 头上戴着一顶明黄罗面的生丝阴棺 脚下蹬着青段两脸造靴 蓝段紧袍外头找着一袭 石青江愁夹金龙挂 腰里边系着一条铜箱宝珠的三块碗的现听带 微落在龙挂的外头 手里托了一串蜜辣的潮珠 一身装束齐齐整整 显得神采奕奕 正打量着康熙开口了 你最近身子可好啊 呃 城皇上垂问 傲拜在椅子上欠身回答 老臣素来有头疯病 近来不时的发作 眼见得越发是不济了 你可要擅自珍重啊 现在国家大事太多 总要依靠着你啊 康熙说到这儿就回头吩咐张万强 钱打赖喇叭进朝觐见的时候 曾进上天竹国的天麻 还有那件老山绳 一起拿来赏他吧 这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张万强答应一声诈 从脊上捧下两个明皇断面的匣子 转身双手奉上 傲拜先谢了恩 接过来放在跟前的茶区上 问了一声 皇上赵臣不知有何宣愈 要紧的事是没有的 康熙淡淡的说 你看 这是浙江巡抚的折子 昨儿个黄霞的地上来 我看你并没有批语 所以想找你商量商量 总要有个办理宗旨才好 原来是为这个 傲拜心头不禁一宽 拘谨戒备的神情 也就消除了 这个折子上说的是 前名遗老黄宗翰李哲 吴知迅几个人在杭州 搞什么明示大会的事 而且把他们写的诗歌 也附在折子后头 这些诗随不外风花雪夜之类 但其中隐喻却颇有伟爱之处 即便没有就是这些人 常常聚在一处 也是颇令人担心的 傲拜不加批语 并不是觉得不重要 只是难以措辞 又不好为这件事跟班布尔山去商议 所以在手中割了几天 最后还是终于把原折子 拜了皇侠的地上来了 现在既然皇帝垂问 觉得倒不如由皇帝亲自办才好 想到这儿 傲拜干咳了一声说 这些人最难料理 说是要面子 其实是官封色 奴才也没有什么善策 香火朝入官定顶以来 全民宜臣 素负众望的 唯独有红城仇一人而已 还有钱千亿 但是他们的名声并不佳 红城仇死有余秀 南京人今天过年 在红城仇他们家门口 贴了一幅对联 上脸写的是 1234567 下脸写的是 笑替忠义李一连 可见 他的人缘如何了 傲拜开始没听明白 他想了一想 恍然大悟 忘形的哈哈大笑 哎呀 这可真是把红城仇骂大家了 上脸1234567 没有八 骂他是王八 下脸笑替忠义李一连 没有尺子 那当然骂他是无耻了 笑到这儿 傲拜忽然间想起自己是在病中 就低下头说 此事重大 皇上量不已然有了良策 朕上过良策 才想到把你叫来问一问 傲拜想了一会儿才回答 皇上 这些人原来是钱明的遗老 受恩深重 要是让他们平白的归顺本朝 他们的面子实在是下不来 我给您打个比方 譬如说 两个人看法不一样 发生了口角 胜者呢 打算要和好 请得拜着吃酒 那么拜着一方 总要拿一点架子 硬拉他来席上坐下 以礼代之 也叫罢了 康熙沉思了一会儿就问 怎么个拉法呢 就听傲拜继续说 让他们跟顺民童子一起应试 断然是不可的 因为他们在钱明 已然是明世了 或者已然是举人进世了 现在岂能乌尊将贵 从秀才重新考起的 如果留在山野半风弄月 又难免会讥讽朝廷大政 康熙听到这儿 把身子向前一轻说 朕之所虑正在于此 来的这些人 都是没骨气不值钱的 有骨气 分量重的又不肯来 你说该怎么办呢 所以要霸王请客呦 傲拜满不在乎的 把马蹄秀一翻 皇上 您可以开特恩科 专门取钱明至官已老 明世素如 安彻普伦 恭迎进京 皇上亲自测试 赏他们一个面子就行了 康熙听到这儿 认为这主意太好了 已完全忘掉对面坐的是自己的宿敌 他凝视着前情门北的涌道 沉思着说 只怕是难以争齐吧 哎呀 权柄今日操在我手 来也得来 不来也得来 傲拜 凯然说道 倘若考取了 便是国家的动良之财 如果名落孙山 那就扫地出京 背后骂人的资格 也就自行取消了 好 康熙听到这儿高兴的 把龙岸重中一击 突然间 脸上光彩渐消 叹了一口气 说 哎 只是现实还不能办呢 傲拜盯着康熙 也觉得自己 刚才说话说的太多了 却听康熙又淡淡笑着说 台湾未尽 方国不臣 外患未除 内忧居在 这些人 知事可以归业 乱事可就难说了 从理想回到了现实 两个人都沉默了 半天 康熙才说 你也乏了 身子骨又不太舒服 改日从容在意吧 傲拜心里冷笑了一声 就在座椅中一一说 如此老臣告退了 就起身辞去了 康熙扶着椅子 站起来了 他看着 傲拜的背影 心中忽然 生起一种 莫名其妙的畅茫 傲拜 这个人 也是个人才呀 可惜呀 康熙坐着四人软轿 刚到养心殿 垂花门前 就听见 苏摩拉姑说 皇帝回家了 他正觉得奇怪 怎么这种叫法 突然间看见孙氏 笑嘻嘻的走出来 才知道是太皇太后在里头等着 自从苏摩拉姑奉旨来伺候康熙 康熙因为怕太皇太后身边寂寞 便叫自己的奶母孙氏去伺候太皇太后 这下倒喝了太皇太后的脾气 长天老白日的没事 就让孙氏去找一些野狐鬼怪的事情讲给他听 这时候康熙三步两步的进来 就要给太皇太后请安 老人们笑着说 哎呦我的儿啊 免了吧 我来教你并没什么大事 听慢点 讲理去见他 我有点不放心 到这来听个信 大冷天的就穿这件衣服 也不怕动着吗 苏摩拉姑听了这一声 赶紧把一顶蓉草面的 现英苍龙叫着珍珠珠罐捧上 因为上了年纪 孙氏的手脚不太灵便了 只好在旁边帮着 替康熙脱了外头的袍挂 家穿了一件海蓝钻的锦袍 外边罩了一件套扣的巴多罗背心 忙乱了一阵 祖孙才坐下说话 太皇太后看康熙稳稳重重的坐在一旁 完全是一副大人的模样 心里既欣慰又感慨 转脸就问孙氏 皇帝这模样 你瞧着像谁呢 孙氏眼睛已然老花了 听太皇太后问自己 眯着眼睛瞧了半天笑着说 哎哟 我瞧着 倒像太宗爷这模样 太皇太后叹了一口气说 祖孙三个都像 这孩子老成仙 大型皇帝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恐怕还没有皇帝高呢 说着想起了从前的七处之事 忍不住的擦了擦眼泪 苏马拉钩在旁边赶紧打岔 万岁爷这身打扮呢 乍一瞧 好像是个进京 港考的举人 这句话 却触动了康熙的心事 想起了自己刚才 跟敖拜的一番对话 愣了一会儿又笑着说 你别以为朕不成 真要做了举人 未必就考他不上啊 说了一会儿闲话 太皇太后见康熙精神很好 不像受了惊吓的样子 就起身说 如今外头不静 皇帝见人可要仔细的 慢点说过 千金之子不做锤唐 这话不假 你说皇帝身子可金贵 啊对了 明儿哥叫小魏子 把钱贡猎的那座自明钟 拿去赏了五六一 还有索额图的正配过世了 你这个做主子的 也要打点道了 康熙一边听 一边懦懦连声的答应 一送给索额图五百两金子了 太皇太后就起身说 我们去了 早膳呢 就不用外头坐了 慢点 你打发几个人上我那去取 好好的劝你主子多进一碗膳呢 太皇太后刚走 康熙便对苏玛拉姑笑骂着说 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又跑去叫了太皇太后来 排场了这一顿 苏玛拉姑见店内没人 便也不拘行计笑着说 万岁爷惊口欲言 倒说话不酸素 原说今儿个谁也不见 冷不丁的一大早 就去见那个丧门神 您想想我能不害怕吗 康熙却是一脸得意之色 笑着说 昨儿你说的虽然有道理 但我身为天子 吓得不敢见臣子 岂不越发住她的气势啊 那也要告诉人一声啊 苏玛拉姑说 人家也好有个防备 小魏子今儿又不在眼前 手边没一个得用的人 皇上也太冒失了 两个人正说着话 小毛子捧着茶盘进来了 康熙端起来喝了一口 忽然想起苏玛拉姑曾说过 这个人在茶库里曾经到过那魔 就问 你叫什么名字 原来不是在茶库里侍候吗 小毛子刚要退下 听见皇上问自己 赶紧把茶盘往夜侠一家 后退一步就跪下了 奴才 潜起信 不过人家都叫我小名 毛子 后来在茶库里做事 托万岁爷的福 苏大姐姐 对苏大姨 抬起我做了头 你呀 就叫小毛子好了 康熙说 这比你原来的名字好得多 炸 小毛子急忙磕头 心说 我这个小毛子可是万岁爷次的 这是黄蜂啊 他就大声说 奴才今儿起就叫小毛子 姓小叫毛子 谢主龙恩 本来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 没想小毛子却如此回答 旁边的苏玛拉姑 忍不住扑车一声就笑了 接着又止住了 就听康熙又问 你母亲的病可好些了 听说你很有孝心呢 好好当差 赶明儿告诉内务府 叫他们再给你换个好差事 不长进的毛病也就改了 万岁爷 您高兴了 多赏小毛子几个就有了 在这儿可以天天见到万岁爷 哪儿比这儿更好的差事 小毛子睁着虎啰啰的眼睛说 靠老天神佛保佑 万岁爷大福大寿 四海兴旺 永世太平万名称宋 这些话都是小毛子 从那俗家的年帖子上看来的 有的是从茶馆叔叔先生那儿听来的 也有的是从臣子奏事的时候 鸡灵狗碎抓来的 把他们强捏在一处 听上去不伦不类 可是他却说得极为流利 康熙憋不住 一口茶都喷出来了 苏玛拉姑拿手盘捂了嘴 也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制 小毛子倒愣了 万岁爷 奴才没说对吗 不错不错 康熙大为高兴 你说的很是啊 晚娘拿五十两银子上他 小毛子卸上出去了 康熙对苏玛拉姑说 这孩子很有趣 也很有用 你可要多关照他 苏玛拉姑帮躬声回答 是 还有 康熙迟疑了一会儿说 过几天抽空 你该去瞧瞧翠姑 问一问她的身世 她跟红成仇 究竟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回来奏振 自从白云冠火烧 山姑殿之后 康熙和敖败君臣之间 表面关系有了很大的缓和 敖败依然成病 所以不隔三日五日 康熙就命张万强 送起一些人参 狮草 鹿绒 肉柜之类的名贵药材 赐给敖败 敖败 封了送上来的黄匣子 里边披的奏章 也总是要加上一句 所亦当否 福为圣财 表示客气 但是在暗地里 两个人都以心知 君臣之缘 已尽了 双方都在加紧的准备 赵贱敖败之后半个月 敖败送上了一份奏折 弹劾武城寻防衙门的冯明军 玩忽职守 导致西海亭的失火 招降调两极 斩鼠九门提督府军务 九门提督五六一 另行异序 康熙在乾清宫 看了这个折子 心说来了 又惊又兴奋 不动声色的 带了折子回养心殿 去找苏玛拉姑去商议 先搏下去 康熙说 冯明军显然是他的私人 把九门禁卫的执事交给他 那还了得 苏玛拉姑瞧着奏折 双眉紧皱说 小卫子说过 这事索恶徒和熊四里他们商议过 是不是找他们来问问呢 或者 就把这个姓冯的 交付一处 因为近在眼前 康熙就在苏玛拉姑说话的时间 精益的发现 苏玛拉姑的额上 已然有了细细的皱纹 不成 康熙断然摇了摇头说 索恶徒熊四里 两个人太显眼 如果把他们两个人照进宫中 众目睽睽不太妥当 交付更不成 吏布是既是在那 义也是这样 不义也是这样 那就刘忠吧 苏玛拉姑仔细思量也觉得有理 但是敖白出题太刁 他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接着又说 先押几天再说 不出三日 康熙起身绕屎徘徊 敖白必要追问刘忠何意 朕当以何答对呢